那个钱顺风啊 干的是事业 跟客户出去吃顿饭 这不要多正常有多正常 可不 人家这还告诉你 不告诉你你有招啊 心胸 你看人家赵刚刚的那个前女友王美丽 爸爸 吃不吃饭了 爸 爸 这吃上了呢 不等我大姐夫了 等啥都等鸡眼了 那怎么呢 咱家还能有秘密啊 爸 王美丽是谁呀 二女子 师父 发发 发 谁给我呢 王美丽是谁呀 王美丽 就是你大姐夫的初恋女友 这家伙就现在就成你大姐 三叉神经了 谁提给谁来 但是有一点 我敢替你大姐夫打宝票 嗯 他跟那个王美丽 现在保证是一丁点联系都没有 没错 喂 那个美丽啊 这里我们家太近 我找个信号不好的地方跟你说啊 喂 哎 我怎么听到你大姐夫回来了呢 喂 美丽吗 啊 你到沈阳了 你到沈阳了 哦你要约我见个面去宾馆呢 喂 美丽啊 喂 美丽 喂 美丽 美丽 这信号也太不美丽了 爸爸 你说的太对了 我大姐夫确实跟那个王美丽没有联系 他要有联系我都不是人 他要打电话呢 我回来了 爸好 是 媳妇好 二迷好 大姐夫 哎 接电话呀 不姐 现在是休息时间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红火吗 舌头怎么还大了你 吃饭吧 啊 哎 大米 吃饭吃饭 哎呀 哪个是我的 好好好 真不错 搞了米水饭 吃饭吗 哎 钢子 哎 接电话呀 不姐 生活是红火吗 啊 那个 爸 哎 这样吧 你等会儿 我做一个我拿手的饭 我做一个高热米水饭 咱们吃的就是高热米水饭 再做就虫了 我拍个黄瓜 别拍黄瓜了 拍个王美丽吧 太残忍了吧 那就来个王美丽刺身 同意 我整腊根去 你不整根 站住 张伯伯 哎 过来 干啥呀 站好了 李正 手机我隔了 紧张啥呀 你跟我说 刚才 谁给你打电话 刚才 刚才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还普通的朋友 咋的 掉紧里了 舌头都直了 还想那 一平正前女友 爸 爸 你解释 不是你们什么毛病啊 前女友怎么了 前女友就不许 再联系联系了 只要是正当地问 没有毛病 对不对 刚才 你地为人 爸心里有数 你不用害怕 刚才那个电话是谁给你来的 你就直接告诉他们 谁 听见没 没有 你大点声 这回听见了吧 没有 你大点声 哎呀妈 把我这耳朵震的 爸 你这就是替我大姐夫褶呢 哎呀 我褶什么褶呢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那王美丽现在早就嫁人生孩子了 没有 他现在还是单身 吃饭 哎呀 哎呀 我都听明白了 那个有可能是王美丽打错电话了 他不是给我大姐夫打的呢 没有 专门给我打的 吃饭 就算是给你大姐夫打的 也不一定是约他见面 对 他约我上宾馆 吃饭 大米啊 大米你别吃了行吗 这高粱米水饭吃多了 也不长歌啊 吃饭吃 说我们说不了 你别生气了啊 美丽 吃饭 赵刚哥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我以前都没看出来 爸爸 这绝对是个误会 我替他打保票 你别替他打保票了 你还说 我把他训练的像个简友 他现在涨绑的要破壳了 他就是个扑了盒子要起飞了 爸爸你得给我做主啊 爸爸 你得给我申冤呢 我给你申冤 爸爸 有你什么事 我不哭是不嫌不合群啊 哎 哎行行行别哭了 来来来来来 坐会儿坐会儿来来来 刚刚 哎 说实话啊 你是什么人 霸心里有数 是 是不是 是 你今天你就当着他们 你就实话实说啊 这个电话 王美丽找你什么事 你就直说 是这样的吧 嗯 今天王美丽给我打了个电话 嗯 说他今天来沈阳了啊 说约我见一面要去宾馆 后来呢 你听见了吗 给我憋回去 你们俩在这给我演鸽子呢 这个王美丽啊 他是个外地人 对 人家不远千里来到沈阳 在沈阳市举目无亲 不找我找谁 无非是带点土特产 自己拿不动 我必须去宾馆 你不说话行不行 二米啊 啊 这个当年呢 是那个王美丽的父母 嫌你大姐夫他们家穷 嗯 一阵无情棒 打得他俩是个分东西 就在你大姐夫走投无路 灰心丧气的时候 是你大姐用他的爱 温暖了钢 婚后他们俩过得什么样 咱们不是有目共睹吗 我敢替他保证 即使现在王美丽早上门来 他也会气定神闲 不屑一顾 谁 王美丽呗 哎呀 瞧这 你瞧大姐夫呢 你看我大姐夫呢死 瞧这 谁 我 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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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是造港的家伙 是 谁是造港的 我是 那就对了 哎 哎呀 自我介绍一下啊 啊 我呢 是你的后半生 婚纱礼服定制中心的贼神 啊 受到新娘子王美丽的委托 特意为赵刚的先生 送礼服来的 刚啊 这礼服都准备好了 大姐大姐 大姐先等会儿 那个贼先生啊 不是 这个礼服 什么婚纱的是给我大姐夫定的 不是给你大姐夫 不是给我大姐夫 是给赵刚的的 赵刚的 你的后半生都找上门来了 你死定了你 不是 你弄错了吧 这不是给我的吧 是你是你就是你啊 什么是你是你就是你 这孩子啊 你是弄错了 王美丽结婚 她给赵刚子做的奶门的礼服 对啊 你肯定是送错地方了 对 送错地方了 是这 是这 就是这啊 哎呀 这孩子我就没看过你这么嫁 什么是这 是这就是这啊 这衣服肯定不是给他做的 对 不计你让他穿上试试 保证不合身 不能合身 我打拖 侮辱我们守一人 给我脱了 确认 不合身 合不合身 大伙看 合身吗 音乐 怎么样 怎么样 不合身吧 太合适了 爸爸 爸爸你看啊 赵刚子 你是不是合身有点过分了你啊 啊 那个贼 那个贼你给我过来 什么呢 我问你 这衣服谁订的 王美丽 王美丽 王美丽嘛 他优定了几套 一套婚纱 一套礼服呢 那婚纱是按谁尺寸定的啊 王美丽 王美丽 王美丽嘛 那礼服呢 赵刚的赵刚 赵刚的嘛 一套婚纱 一套礼服 这配备挺全呐 不全 还有个花呢 赵刚子 现在你也学会家外有家了 是吧 我告诉你 我现在也就是怀孕了 我要不怀孕 我不一大飞机 要踢你嗓子眼里 就算你扁肠体 长得结枝 气死我了 别踢了 挺好的 老子 这事比我俩结婚那天 还好看 爸爸 哎 解释 这不很正常吗 你们好好想一想 在一个婚礼隆重的场面上 王美丽 穿着婚纱 赵刚子 穿着礼服 胸前都佩戴着鲜花 他们俩的关系很正常 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我要信我是啥子 哥 你快过来 干啥呀 这事我看明白了 你做的不对 都要再婚了 怎么还给你远配家呆着呢 太王 一会干账的时候呢 把礼物脱下来 这些衣服挺贵的 哦 出去 好嘞 我不进化 你不信是不是 行 我现在打电话给王美丽 我开着免提 行不行 你听着啊 喂 美丽吗 哎呦 刚子哥 美丽啊 不是 那个你给我送个礼服 啥意思啊 嗨 刚哥 不好意思啊 这事情啊 来得太突然 刚才信号不好 我没说清楚 这明天早上啊 我要结婚了 我老公是个军人 原本的婚期是三个月后 但他接到紧急任务 明天早上就要出发了 这原想把婚期再往后拖拖 可我觉得都拖了这么多年了 这次啊 一定不能再拖了 我要让他知道 在他的身后 有一个家 支撑着他 美丽啊 那你给我买这礼服 啥意思啊 我想请你做我的主持人 这婚礼也实在是太着急了 我的家人都赶不过来 现场我连个亲人都没有 这婚礼啊 也太冷清了 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求你帮忙 所以想见面 跟你商量商量怎么办 不对啊 那你为啥订礼服 就订一套啊 听明白没有 他嫁给的是个军人 那军人结婚不得穿军装吗 美丽啊 我是赵刚子的岳父 叔叔好 孩子啊 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 你的婚礼是仓促了点 但是你不会冷清 你不缺亲人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娘家姐 谢谢叔叔 美丽 我是你刚子哥的媳妇 大米粒 哎呀 嫂子 是我 你放心 我们马上就去给你筹备婚礼啊 谢谢嫂子 美丽啊 你放心吧啊 这事我们全包了 谢谢刚子哥 明白没 听清楚没 我就说了 刚才就做不出出格的事 是 那个大姐夫 干啥 对不起啊 我刚才差点就犯驴 差点吗 不踢我嗓子眼里了 那不没使劲吗 你的扁头提还是你的扁头提 刚子 对不起啊 刚子 我错了 刚子哥 满血复活的感觉真好 哇 哎 情况你们都了解